标书到手 以后公司一半都是你躺下脚的 金钱的利诱 别过来 把刀放下 利益的蒙蔽 你不但没拿到标书 还暴露了自己 可是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啊 你是为了你自己 爱与恨的交织中 来 先前 赡养能否战胜一切 就是因为你 把秋衣她毁了 土法栏目剧 十集迷你剧集 爱的谎言 大结局正在播出 安心 我要养你 养你一辈子 救命 我们自首吧 一胆自首这一切就都毁了 你懂吗 我一个人来承担 再见 被告人来一间 犯交通告示罪 判出有机投影 四年 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应该展开新的生活 仅仅做四年老了 就可以弥补锦西的死 我会一点一点的捉迷 爸 这么多年 我对你的感情始终没有改变 没有什么是勇猛不变的 包括你最新人的 小培 嫁给我吗 你为我付出这么多 值吧 奶奶 奶奶 这个世界上 不止只有你 个人遭遇了这样的不幸 你会让给我 如果他又能去怪谁 恨谁 被告人蓝心 犯交通告示罪 判出有机投影 四年 我会一点的捉摸 看看你的男人 心里难受吗 出事了 姐 奶奶 喂 我还没有找到奶奶呢 你快 我先说 我们初步判断 是脑癌晚期 奶奶明明去了便利店 你都知道了 四年前 壮人的事物 难心可是为了我的前途 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你快不见了 你还以为还给我 还给我 这怎么办呀 现在找地方给我修理 必须修好了 就是他 灵魂不是你这 为什么要让你再喝 原来你和邱小培是一路货色 你快滚 你快滚 别喝了 这女鬼 干什么 这是灵魂 我从一开始就错了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图画 今天我们来看 爱的谎言的大结局故事 我们的女主人公 蓝欣雅 非常的善良和坚强 她和男朋友 尹宇宽 四年前的一场车祸 却改变了 他们的人生轨迹 尹宇宽 驾车不慎把兄弟未婚妻锦西 给撞成了高位阶摊 而锦西因为之后 受不了残酷的现实打击 而选择了自杀 当时 严宇宽为了所谓的前途 选择了逃避责任 肇事之后逃跑 蓝欣为了不耽误男友的前程 替严宇宽去投案自首 在狱中过了四年的困苦牢狱生活 并从此和秋天结下了仇恨 四年之后 她出狱了 却没想到 严宇宽已经是遗情别恋 另有新欢了 甚至 她为了保守秘密掩盖真相 还把奶奶给抛到野外 导致奶奶意外的身亡 蓝欣发现逝世以后 可谓是崩溃不已 可是呢 面对癌症晚期的男朋友 严宇宽 蓝欣却再次选择了 没有拆穿她 而这呢 让严宇宽感到十分的愧疚 她觉得再也无法 面对内心的罪责了 于是呢 她秘密告诉了母亲 告诉了秋天之后 自杀了 同时呢 或者真相以后 秋天光是解除了误会 还心生愧疚 甚至心疼这个 一直被自己刁难和折磨 但是又很善良坚强的好姑娘 通过共识呢 也让秋天和蓝欣 可谓是心生默契 甚至啊 人家酒后的一场小闹剧 还让他们二人觉得 奇笑皆非 另外一边呢 弟弟秋雨 一心啊 要整款哥哥秋天 或者父亲的公司 心狠手辣 无所不用其体 而紧接着 一个意外的发生 则彻底改变了 所有人物的命运 他喝多了 我把他送到酒店 然后呢 他吐了 吐我一声 你明白吗 我就去洗澡 就把他放床上睡觉 然后 他 不是吐了吗 你知道吗 吐了吗 吐了吗 算了 你问来进 就是他说的那样 什么 我问男人 进来收一下口供 你们都出去吧 我们俩单独聊个话 我们俩单独聊个话 你先等会儿吧 我先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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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等会儿 全公司的人都在说 你不用瞒我 什么事儿啊 你自己看看 你干的好事儿 这是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我也不明白啊 今天一上班 大家就都在说 你以后别说了 没有的事儿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公司上上下下 这么多人家都在盯着你的 你要学会自重自爱 这件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 不过是个误会 误会 你不接触那个女人 哪来这么多误会啊 雅天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把这个女人弄到公司来 你想做什么 锦旗的事情 你到底还要 纠缠多少时间 可如果你还这么信心假忍 而你情长的话 那这个公司你就不要完了 我就把它交给邱宇好了 爸 以您对我的了解 我会拉女孩去宾馆 干这种事吗 那天在警察那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问心无愧 爸 您二十几岁 创立这个公司 到现在这几十年 难道您就没有被人误解过 被人冤枉过吗 这些照片 刚好也证明了 一直有人在跟踪我 而且故意在抹黑我 剪彩仪式 被闹 工地的安全事故 我已经调查出了一些线索 这两件事情 看似没有任何联系 其实在事发的前后 他们当事人的银行卡账户 都曾接受过 一笔巨额的银行转账 而且 转入的账户 一模一样 有这事 我本来打算 等事情调查清楚 再跟您说的 这肯定是邱羽告的秘密 邱总 没事吧 跟董事长解释清楚了 这肯定是邱羽告的秘密 邱总 如果 因为我影响了你跟你爸的关系 我可以走 深正不怕影子邪 走什么呀 本来没有的事情 你这么一走 别人都还当真了呢 你是不是故意害我的你 好好待着吧 竟搞这些旁门左道的事 我就不信我 治不了你 关于工地事故 和电脑被抢的幕后主使 我有一个想法 也许 可以找到证据 蓝星姐 不放夜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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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饭了 我也想跟你一起吃饭逛街 可是最近因为竞标的事 实在太忙了 今天晚上 估计又得熬夜通宵了 又熬夜啊 蓝星姐 你也太辛苦了 辛苦点倒没什么 主要是心累 你不知道 每天晚上我一个人 在办公室有多害怕 随便一点什么剩下 都把我吓得半死 你可以拿回家做啊 邱总不让 竞标的事必须全部保密 尤其是竞标价格 一点都不能泄露 请进 蓝星姐 来了 我知道你爱喝这个 所以又给你买了 顺便给你提提神 谢谢你 我还是离你这儿远一点比较好 没关系的 我相信你 好吧 你忙吧 我在那边看电视剧陪你啊 好 好 好 谢谢你 每次都在我最累的时候 给我送咖啡 能帮到你就好了 你多喝点 已经喝完了 满心姐 你困了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喝了咖啡还是很困 是你工作太累了吧 连咖啡都不管用了 我想睡一会儿 要不你过去休息一会儿 好吧 满心姐 满心姐 走 走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谁让你们做的 原来是你们计划好的 蓝心你够狠 你居然设计害我 是邱羽让你这么做的吗 我不等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陪蓝心姐熬夜工作而已 你自己看看吧 这些足够定你的罪 你在咖啡里面放了安眠药 怎么会 咖啡是我从店里买的 至于里面放了什么 你们自己去问买咖啡的好 跟警察好好交代吧 像这种经济犯罪 按金额你自己想清楚吧 晓晓 别这样了 说实话吧 我们不会追究你的责任的 我们不会追究你的责任的 我想和蓝心姐单独谈谈 我跟她单独聊会儿 你们先出去吧 他们俩不会出事吧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为什么你过得比我好 我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哪儿好 你有秋天啊 你有我最想要的东西 我和你说过 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信 我不信你和她 没有一点关系 她开车送你回家 还有她看你的眼神 那绝不是普通的眼神 是你想多了 我和她之间 永远都不可能 中间的细节 我没法跟你解释 你只要知道 我从来就没有跟你争过任何东西 就够了 好 我告诉你幕后主持者是谁 如果你们需要 我还可以为你们作证 是谁 大枪屎 大枪屎 把刀放下 放下 别过来 你冷静点 把刀放下 你们别过来 安心 我把你当最好的姐妹 可是你怎么对我的 你抢走了秋天 现在就要害我 你就是不想让我得到幸福 把刀放下 你所谓的幸福 都是好高不远 无切实际 你醒醒吧 别再傻了 放开她 让我放开她可以 把陆湘还我 给她 给她 删掉 全部删掉 删掉 你可以放开蓝心了吗 等我安全以后 我自然会放开她 放下 退后 把刀放下 退后 退后 放下 老陈 好 怎么样 表叔是假的 什么 宁荣根本对不上 怎么回事啊 我刚刚偷标叔的时候 被他们抓到了 要不是我聪明 我早就被他们带到派出所去了 你说什么了吗 你以为呢 我什么都没有认 更没有提起你一个字 不过我以后再也不能回公司了 你带我回家吧 你知道我今天为你牺牲了多少吗 我为了毁掉所有的证据 我挟持了蓝心 你 我到现在我的心还蓬蓬的直跳 这些都是为了你 从今以后我就在你身边 我哪也不去了 你个蠢货 你不但没拿到标书 还暴露了自己 我留你在身边还有什么用 你说什么 我对你没用了是吗 原来你一直都在利用我 本来我还期望 你对我有一点真感情 原来这都是假的 笑话 我跟你这样的货色能有什么真感情 大家都是你情我愿 各取所需的 可是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啊 你不是为了我 你是为了你自己 得到那些利益罢了 好 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该怎么补偿我 我给你的 付付了 你这个骗子 你们没有一个是好人 你们没有一个是好人 出去 出去 快出去 你现在要把我当抹布一样丢掉 可以 我现在就去告发你 还有家属闹事的所有真相 我都告诉秋天 都是你秋雨一个人做的 你有证据吗 谁会相信你说的话 你要证据啊 我有啊 只要标书泄露给其他竞表之后 秋天竞表必定失败 加上工地事故和家属到事 秋天在公司的地位 毕竟会一落千丈 到时候 整个天国公司 都归我一个人 给我 给我 你 我不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呀 我了解唐笑笑 其实她本质并不坏 就是从小生活得太苦 很早就出来打工 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要不是秋雨引诱她 她不可能做出这么过激的行为的 你这样是行不通的 至少让我试试吧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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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怎么样 手术结束了 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病人的头部 有内出血的情况 我们也借了最大努力 保住了她的生命 但是病人仍就出于深度昏迷之中 深度昏迷 那她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 这很难说了 最好得看病人的意思力了 也许很快 也许很久 那最后有什么情况 也许永远醒不过来 在这边 在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儿子 我儿子秋雨在哪 秋雨在哪 警察同事 她涉嫌故意伤人 对方现在受到重伤 在医院昏迷不醒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 我们会请律师的 我现在就要见到我儿子 他在哪儿 那你们现在还不能见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能见 他只不过是不小心 转了人而已 行哪 你就别胡闹了 那也是你儿子 你 我可以作证 是秋雨 开车柜要撞死我的 哪来一个疯女人 你们别听她的 疯了 这要标数泄露给其他竞票证 秋天竞票必定是本 向上公寄事故和家属闹事 秋天在公司的地位 必定会一落千丈 到时候整个天国公司 都归我一个人 你这个疯女人 说 你哪来这破如意 啊 你这个疯女人 谁支持你这么干呢 啊 是秋雨指示我的 工地的事故 是她一手造成的 家属也是她煽动闹事 她让我去偷秋天的标书 她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参与过 我知道每一个细节 所以她才想杀人灭口 想开车撞死我 想开车撞死我 是蓝芯 是她救了我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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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同志 我希望你们认真地 调查这件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熟失的话 我就知道我没这个儿子 你别走啊 你想想办法呀 你别走啊 秦夕 你走了快五年了 这五年 我以为我会把你忘记 可是每日每夜 你的脸都在我面前 那么清晰 那场车祸 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每一个画面 每一个细节 我都记得 不过现在 我决定把他们都忘记 重新开始 我会记得你 但我不会常常想你 我会来看你 带着蓝芯一起来 带着蓝芯一起来 蓝芯会幸福蓝吗 他会 他一定会 提醒 我超过来的 我非常对 自己说 我现在要走了 isy 他现在叫习至少的 那位都习至少的 来 我跟你说个事啊 也不知道好事情呢 还是坏事情 秋雨啊 在监狱表现挺好的 已经被批评减轻了 我爸很高兴 我觉得呢 你也一定会原谅她的 不过我呀 倒是一次也没去看过她 你知道的 我这人比较记仇 然后 倒是那个唐笑笑 三天两头都要去看她 你说这事奇怪吗 言语宽那儿 我前两天又去了一次 还是跟以前一样 墓碑打扫都很干净 估计经常有人去看她吧 不过每次我去她们家 阿姨总是不在 估计呢 搬家了吧 等你睡醒了 咱们一起去找找 对吧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 我新招的那个助理 老爱训的 现在干得挺好的 越来越像你了 你呢 要加把劲啊 要不然 位置可就保不住了 不过你要是睡醒了 我是不会让你工作的 我要让你在家 等我下班 给我做饭 我记得我好像吃过你做的一次饭 面条是吧 做得不怎么样 要不咱们还是请个保姆啊 我觉得啊 不能让你太累了 你呢 你呢 你以前就是太累了 老天爷没把你带走 是要补偿你呢 咱们再弄把劲儿 行吗 咱们的陆海长 咱们的陆海长 我等你 来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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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本集的法律问题 在故事中 秋雨指示唐笑笑盗取天阔集团竞标文件的行为 如果最终窃取成功 并泄露给其他竞标者 对公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那么将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19条第一款的规定 以盗窃 利诱 胁迫 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 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被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而在故事中 由于秋天蓝心识破了他们的阴谋 让秋雨和唐笑笑并未得逞 因此并未对公司造成经济损失 所以在本案中 秋雨和唐笑笑的行为 并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秋雨为了夺取唐笑笑手机录音证据 想撞伤唐笑笑却误将蓝心撞伤的行为 涉嫌故意伤害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钱款罪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 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此外秋雨支持他人去秋天工地破坏设备 造成工人受伤的行为 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 秋雨支持他人破坏秋天汽车刹车系统 并导致秋天车祸的行为 则涉嫌破坏交通工具罪 秋雨作为整个案件的主使人 将负主要责任 因此秋雨所做的这一切 涉嫌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恕罪并罚她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 蓝欣忠用自己的善意感化身边一个又一个的人 她让秋天深受感动 让秋天明白了 逝去的爱人值得铭记 但是已经逝去了 而为有现实的陪伴 那个像天使一样的女人 才值得她用一生去呵护去保护的 蓝欣用宽容让颜语宽明白了 为了所谓的私利而选择逃避责任 是为了给自己和别人来去更多痛苦 蓝欣用无私感化了唐笑笑 让她明白了 比利益更珍贵的是 人善良的内心 被利益蒙蔽双眼 不择手段 失去了道德的底线 甚至不许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 是为了给自己和别人来去更多痛苦 如今 这个用所谓的爱编织的谎言 终于是真相大本了 一切都尘埃落定 所有人都开始他们新的生活 最后呢 我们也祝福蓝欣在醒来后 能够获得真正幸福的生活 看普法故事 品摆为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